你看 要把它抹在身上就對了 沒錯 據聞是有這個美白的效果 那我要多抹一點 我太黑了 我覺得皮膚有變化 而且它有一點點那種 這種一顆一顆的礦物質 感覺可以去角質 所以膝蓋可以多敷一點 橋本山還推薦我們 去浸秘境的溫泉 它隱藏在霧島的森林裡面 走一條聽說可以療癒五感的步道 我們Let's go 那個瀑布的顏色很特別 喔 這個瀑布 它就是我們一陣要浸溫泉的源頭 它看起來有一點點泥漿的白白地 雨白色的 然後專家就說 我們去走這條步道 然後浸這個溫泉就可以 五感都滿足到 聽著流水的聲音 還有一些樹葉落著雨的聲音 然後還有聞聞這個芬多精的香味 我們就會越來越療癒 這個很難走 感覺真的要分身月蓮 現在全部難走 可以嗎 可以嗎 導演 這樣是OK的嗎 我們兩個 這次真的自然是女子 你現在很像泰山 好 好 OK 要泡到 秘境的溫泉 要先那個 翻山月嶺翻 太大雨了吧 好 好 好 我們到秘境了 其實還滿快的耶 我們現在有溫泉了 到了 沒錯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這個水真的是超級燙 燙到我覺得我腳伸下去 就會直接煮熟 誰會來這裡畫溫泉 平時真的有些人 會特地來這裡浸溫泉 但華明 秘境溫泉 它真的有點熱度 所以我已經準備了 好可愛 可愛小阿伯 它會幫我們試試水溫 好可愛喔 那這邊的溫泉 平常都會這麼燙 這麼燙真的沒有人可以爆 因為我們今天來去下雨 我們又靠近一個圓泉的位置 所以雨就帶了一些最熱的精華下來 所以今天的水已經是45度 所以就特別熱 但平時沒有下雨 它正常流動就會是40度 平常是一個比較舒服剛好的溫度 我們今天來的天氣比較早一點點 沒錯 我們要看它 要把它抹在身上對不對 沒錯 據聞是有這個美白的效果 那我要多抹一點耶 我太黑了 你覺得呢 這樣塗完上腳之後 有什麼感覺啊 它的觸感怎麼樣 我覺得感覺皮膚有變化 而且它有一點點那種 這種一顆一顆的礦物質 感覺可以去角質 所以膝蓋可以多敷一點 我覺得它有少許磨砂的感覺 對 有一顆粒的砂石仔在裡面 欸咻 泡敷它 那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個泥巴溫泉 因為呢 就是在台灣或是在香港都沒有見過這種 在森林裡面有的泥巴溫泉 然後這次竟然親眼看到 就想說哇賽我等一下泡進去嗎 我好想要把我的臉都弄黑喔 但是因為真的太燙了 所以我甚至連腳都沒放進去 我腳一放進去就覺得我的腳要立刻煮熟了 所以真的還蠻可惜的 這個也是我下次在鹿兒島 也會想要再去一次的行程